春节返乡行囊里总少不了一份礼物 这是亲人之间的问候 也是我们归乡的情谊 下面就跟随记者一起去看一看 返乡人的行囊里都有哪些东西 记者在省纪总站看到 返乡人员除了携带各种大包小包外 还有不少有趣的行李 赶来坐车的维埃花就是其中一个 他拎了三个塑胶筒回家 这空桶都没有什么东西带过去的 为什么都带着这个桶吗 原来我的老家都没有这种桶 太好了我的老家 维埃花告诉记者 十年前他和丈夫就从广西 来到海南城脉打工 主要是帮人管理香蕉地 而这些塑胶筒原本是用来装肥料的 在施工过程中 他就发现塑胶筒比较结实又实用 丢了也可惜 于是他就收集了几个塑胶筒 在返乡路途中 他带上塑胶筒 不仅可以装一些零碎的物品 还可以当作板凳使用 可以说是春运返乡的神器 小小的塑胶筒 满载着维埃花夫妻俩一年的心情 也是他们带回家的春节礼物 谈到来海南打工的收获 维埃花夫妻俩的脸上 洋溢着回家的喜悦 房子也盖了 盖了 去就买了 什么都做完了 对 做完了 那这就是说在海南 还是赚了不少钱了 对 今年有什么愿望吗 今年没有了 没有了 挣钱老了就用了 这些年来 维埃花夫妻俩在海南打工 而他们两个儿子是在广东打工 一家人的团聚基本都是在春节期间 因此他们与孩子们团聚的心情 非常的迫弃 他可能是明天才上车 两个都要回家吗 不要 他们就回家了 这年有没有想他们呀 想啊 怎么不想小孩想呢 他们有没有说让你带点特产呢 他也没有 叫我们带过去 他只有叫我们回家 就说了 不过我看见好 我就自己带过去的 太老了 不能带东西了 他怕你们累着了 家是最温暖的港湾 陪伴是最好的孝顺 春节 回家 团圆 这是中华儿女的共同心声 直播海南记者报道